大家好 今天我又想吃叉燒 又想吃雞翼 我打算做一個叉燒雞翼 我所謂的叉燒雞翼 就是想用醃叉燒的方法去醃雞翼 做出來的味道有甜甜香香的味道 先試一下 雞翼先解凍 雪藏雞翼一定要吸乾水 我這次用了母骨雞翼淡淡肉 先吸乾水 一般人醃叉燒多數用叉燒醬 我會用海鮮醬和蠔油 我之前也做過叉燒 一湯匙海鮮醬 大約一湯匙蠔油 做叉燒有一樣東西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玫瑰爐酒 有油就會變得香很多 放多一點點都不怕 如果沒有的話就要加紹紹紹紹紹紹介紹 拌勻 叉燒起碼要醃3-4小時才夠入味 但是这些没有骨骨鸡翼很容易入味 只有一个小时也一定有味道 拌匀 放在一边腌一下 今天我试一下用一个最最最最最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电饭煮煮 刚才腌了鸡翼 全部倒入 放入电饭煮中 盖盖 然后按键 等吃 听不听到滋滋声吗 先打开盖子安装一下 因为鸡翼很小 打开盖子也不怕不熟 先打开盖子 看到吗 就是这样滋滋声 先搅拌一下 煮至差不多了 先看看 咦 快要收光了 先搅拌一下 鸡翼 鸡翼已经熟了 很多蒸汽了 所以先搅拌一下 等後煮干一点 现在可以打开盖子 煮至非常适 nap 调 ξhen 先拌一下 底部煮得干了有少少焦香 可以吃的了 有点焦 大家看看吧 不错吧 不过没有葱花 就比较漂亮 没有葱花都可以 先拍几张照片 开餐开餐 试一下我今天做叉烧 不是不是不是 鸡翅鸡翅 我用叉烧的方法做鸡翅 有没有叉烧味 不过始终底部是鸡翅 吗 没错 还能给你 从来 就能叉烧 先拍下 我再试试一下